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的王位挑战者也已浮出水面 他就是世界冠军成员格里兹曼 过去九年间 斯罗和梅西是西甲联赛最好的两张灵片 两位世界顶尖球星 奋挂了过去十年的金球奖奖杯 统治了整个欧洲足坛 不过 随着黄马 欧冠三连冠 斯罗选择远走意大利都灵 在33岁高龄继续接受新的挑战 斯罗的离开 让黄马失去了封线大腿 同时也让梅西少了一个联赛中的竞争对手 新赛季 谁谁会成为梅西在西甲新的挑战者呢? 在不少黄马球迷看来 贝尔或许是不错的人选 贝尔世人在加盟黄马五个多赛季之后 终于坐上了黄马一哥的位置 在洛佩特级的战术体系中 他是前场核心 夏季热身赛上的表现 也证明了自己的价值 只不过 贝尔的伤病历史 让人不敢对他抱有太多幻想 想要挑战梅西那可是持久战 相比贝尔 马德里的另一位球星格里兹曼 显然更有发言权 这个夏天 格里兹曼随法国队获得了世界杯冠军 回望法国队的荣耀之路 人们可能对姆巴佩 坎特和伯格巴 给予的赞扬更多 而格里兹曼却总被人忽视 简单说 他就是这只法国队封献上的灵魂人物 一个经典翼 翼上的超级九号半 整个淘汰赛阶段 格子交出了三球二助攻的数据 无人能与之匹敌 过去几个赛季 格里兹曼完成了从一流球星到顶级球星的蜕变 这也是巴萨一直想要挖角他的原因之一 不过 格里兹曼最终选择留在马靖 同西蒙尼一起创造历史 在今年的欧洲超级杯上 马靖四比二战胜黄马成功捧杯 这只虎狼之师已经让人看到了挑战西甲王拳的可能 新赛季 未免冠军巴萨的最大挑战者不是黄马 而是格里兹曼领钱的马靖 过去的一年 格里兹曼随马靖拿到了欧联杯冠军 欧洲超级杯冠军 帮助法国队拿到了世界杯冠军 三大冠军在手的格里兹曼 在金球奖争夺中比气十足 C罗离开之后 格里兹曼对梅西首次发起冲击 或许就是金球奖评选 法国人有希望打破梅罗对于金球奖的垄断 如果能打破梅啥冰军 这就是金球奖评选 法国人有限的 朗评选 法国人有限的灾克选 法国人有限的灾克选 法国人有限的地图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